好 继续回来我们带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高气压将直接笼罩在台湾上空 带来干燥的沉降气流 因此天气更为稳定 大部分地区整天都是晴朗炎热 只有局部三区会出现短暂的午后阵雨 在阳光加热下 今天的温度也会比昨天更高 中部以北预测高温会有35、36度 大台北地区更不排除会出现37度左右的高温 体感温度就更高了 会高达41度 南部以及东半部大约33到34度 由于午后阵雨只会出现在山区 所以少了这个雨水的降温 所以今天高温的时间会显得比较长 闷热感受也容易持续到入夜之后 白天的紫外线也偏强 所以提起观众朋友 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 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